台湾五百多万人有这样的困扰 整天都是昏昏沉沉提到 累又睡不着 每五个人就有一人饱受失眠所苦 失眠不好会有什么抵准的 其实真的是气息不好 根据卫福部调查 每年全国安眠药用量超过三亿颗 安眠药加总甚至比中山膏和血碎还要长 安眠药的使用 如果按照医师的指示来使用 不要自己调整剂量 不要自己增加其他的药物的搭配 或者是搭配 甚至有些人会搭配酒精的使用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不会有依赖性 按照医师处方可以改善失眠 但如果找出原因 能避免吃药更好 水病啊 就是水液代谢不够好的部分的话 其实蛮多都是会睡不好的状况 当这些水液代谢疏步不是很好的话 那也会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状况 所以大部分也会睡不好 从中医观点 喝太多水其实会造成身体负担 水毒和体温低都容易失眠 调理身体 睡觉之前 从热水澡或泡脚 泡脚的这个主要作用就是说 让整个经络就是可以 就是达到一个温度稍微提高 那当然它这个虚海的状况 就会稍微改善 穴位按摩 绍海穴手肘弯曲90度 小指这一侧对过来 与手肘横纹端交接的地方 以及位在手掌附近的神门穴 这个肌腱的内侧 在靠近横纹的地方 那这个神门穴它针对就是 心火比较旺 或者是很容易失眠的病人 其实也常常可以按摩这两个穴位 头部大穴位 摸摸法际上凹窝的这处风驰穴 还有再往耳朵靠近一点的安眠穴 轻轻揉松帮助入睡